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与导演安世忠 耗费三年制作完成的水石影片 3月2日举办影片发表会 片中透过影像诉说水与石的故事 在水与岩石一柔一缸的绝妙搭配 毕竟数百万年的岁月 造就了鬼斧神功的泰鲁阁峡谷自然美景 在古琴配乐声中展开的水石影片 在18分钟里 让现场的所有人仿佛被带入穿越时空的情境 古琴搭配影像情节完全没有旁白 导演之以月音带领 让影片直接与观众对话交流 希望可以制作一部影片 就是拉近人跟自然的一个关系 那透过不同的方式 我希望引动大家的思维 去让大家去找出自己对大自然的一个感受 很多时候不用这么的忙碌 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 可以仔细浏览身边周遭正在发生的人或事情 我觉得这是我在看这部影片给我最大的一个感想 泰鲁阁国家公园制作水石影片 除了让民众看见水与石在泰鲁阁的美丽相遇 也希望传达水石顺应万象的生命机制 展现生命无所不在的智慧 除了风景之外 我们领略水跟石头的美丽 就好像我们人生中水它的柔弱 那可以在我们生命中的无常得到注解 那也是我们人生的主流价值 我们要随意而安 那么石头它坚挺地站在那里 就好像很简单的提示 好像蚕在召唤着我们 影片当中用了很多的美景的一瞬间 去做这样的影片的偏见 那就会让人想到生命何尝不是只有一瞬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还特别剪辑水石影片精简版 在官网提供民众点阅 并将在正式发表后 在泰鲁阁游客中心播放 也欢迎民众前往观赏 新唐人野台电视 杨天赋红国盛 台湾花莲采访报道 ani赋红国盛